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发文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手向有财线 说明可以有稳定的工资福利待遇 但是文路格局不够开阔 就是三大主线的间距太小了 这就是格局不够开阔 这就是说有不错的工作 但是不会是大单位或者大公司企业 格局就是你的发展空间 格局越大,发展空间越大 格局小的就是平平淡淡过小日子 也算是小幅度 我们看这个 这个就是天文的 天文上面的 有一点点的 叫什么金房子文 金屋子文 有个三角形的文路 这个文路可以说是 有房有车 有一些小富基安的感觉 那么整个手指来讲 手指形带还是偏干 偏瘦的 所以说容易露财 财运不稳 文路来看还是格局比较开阔 我们再看一个 通天掌 通天掌就是 这个天文 就是这个 就是事业线 通两前 一个是前功上前和下前 就是通天文 所以说明啊 这说明这个 事业线非常的长 非常长 不仅在这个职场上 容易得到贵人的鼎力帮助 而且呢 前世也是大善人 今生啊 头有灵光 神灵是处处保佑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都大有作为 这个说的就是 双手通天文 是绝少见 有者呢 是心狠手了 大事必成 这个辈子 这个有 这样的福报的人 前途是不可限量 这是通天文 带来的非常好的寓意 川字掌 川字掌不立情缘 命局里面 犯情商科 因缘第二小指 家方呢 有邪文 交合天文人们 那么就容易出现婚姻的问题 我们看这个天文上面呢 这个是财线 上面这条财线 也通常呢 跟理财文呢 有同样的寓意 有同样的寓意 就是跟天文上方呢 跟这个天文平行的一条文 一般来说 工作容易得允 有一些稳定的工资福利待遇 这个手上杂文比较多 说明了心思比较重 烦心事多 做事不够果敢 容易拖沓 影响晋升运势 一般呢 这个手上文路比较杂乱的人呢 一般这个心事比较重 好了 有关这个手下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科果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